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首度以部长的身份赴立法院备巡 而他昨天宣布全军留职恢复常态 取消正副主官不得同时收假离营的规定 也获得蓝绿立委的认可 但取消前部长邱国正的规定 邱规顾不随也被视为是文人部长上任的革新 对此顾立雄表示邱部长任内就已经在检讨 由于各级的单位应处能力提升 才会同意恢复收假规定 没有随不随的问题 首度以国防部长身份赴立法院备巡 顾立雄一改大炮性格 面对在野立委强力直询好声好气 为什么最后是你当国防部长 我只能说我战战基金借胜以对 借下这份工作 文人部长上任才半个月就推动一连串改革 取消T政部改革次枪数 最近又宣布全军留职恢复常态 取消前部长邱国正的规定 政副主官不得同时离营 邱规顾不随也被视为文人新政的第一步棋 这个其实在邱部长任内就已经开始在检考 相关的各级的这个 他们应准能力都已经有所提升 所以参谋本部也同意 这个没有什么随不随的问题 一改过去形式主义顾立雄的文人新政 也获得蓝绿立委肯定 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样子的政策 在整个国军文化里面有很多规定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而且它会加剧我们整个国军的负担 当你所有时间点都是用最强最高紧张度的战备的话 那你真正遇到特殊状况的时候 军心的这个强韧度也会有所影响 但蓝委也质疑文人部长的领军能力 与我们友好伙伴国家美国总统拜登 表态愿意武力保台 顾部长没有掉以轻心 这个都是彰显着台湾的重要性 我们所要的当然是强化我们的自我防卫的能力 加入这个整个美国印太战略 它所谓的形成一个有效嚇阻里面的一环 新部长新气象 顾立雄大道阔府改革 推翻前部长所立的规矩 文人新政势必也得面临挑战 这里面江山带领比周台报道